崔永元将约见税务部门交材料,范冰冰向我痛哭道歉! Part 2 B A,可能大家都觉得不公道吧?比如说去个明星,去个主要演员,拿的钱特别多。 其实剧组里都明白,他拿的不光是我们知道的那些钱,还有另一部分钱,可能比这部分还多。 剧组人员可能觉得,他这一部分拿的就很多了,我们一天可能200块钱,他可能一个人就要1000万,1500万,但是知道他除了这个还要拿。 通常我们知道的,公开的,能让大家知道数的,都叫小合同,或者洋合同。 因合同,钱就更多。大家都不满意,但是你没有证据,也就没法告他。 有的还求着他们,你这么点钱,人家来给你比划一下,就够看得起你了。 。 我是觉得他们相互勾结,比如院线说没有这些人言,我就不放,电视台说没有这些人言,我们不放。 只有他们才能保证收视率。 那收视率哪有?都没有,现在电视剧以及花在收视率上的钱都超过40万,你是要用钱去买收视率。 所以我觉得,他们藏成一个圈。 比如,我是个演员,你是个负责买电视剧的,你说没有我的你不要,那当然我就可以漫天料价,然后我再分你一部分。明白这个意思吗? 。 哟,因合同是不是没有法律效力? 哎,不是这样。 不是说一个小合同一千五百万,再签一个大合同你给我三千万,那他就知道他违法了,对吧?你这四千五百万必须得合起来。 。 有的是追加少的钱,我打个比方,比如说这个人只要五百万,但是实际上他要七百万,那怎么给呢?就是说签完后要延长拍摄时间,加一百万,然后又延长拍摄时间,又加一百万。 。 或者说剧本修改,要钻火海,要从山下滚下来,反正各种招,巧立明目,就够你钱了。 。 。 还有一种方式是,你直接给我现款,那就不用上税了。 。 还有一种呢,我除了表演给你签一个表演合同,同时我给你当编剧,还有参与策划,监制,发行,说得多热闹,再弄一三千万的合同。 。 那三千万的合同不是跟我签,是跟我背后的公司签,或者跟我二姨或者三姑或者四九签。 。 。 我可以给你罗列出三十多种各种各样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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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乱象当中最让您感到震惊的是哪个? 。 A。 拍一部电影要请一个舞打明星,但是要先付人家钱,要付人家4200万还是4500万,人家才会给你预留档期,要不人家不会参加这个,电影。 。 这样就把这四千多万拿走了 另外还要请一个老电影人做监制 那这个影片可能跟他啥关系都没有 跟剧本表演都没关系 你得先给人家三千多万元 这一下就拿走七千多万 后来我通过途径一核实 根本就没有这回事 就是这个演员 这个监制都不知道有这回事 一下子就把七千多万就骗走了 最后乱七八糟算起来他 剧组拿走七亿多 我们网多了说 就算有一亿五千万是为了这个电影服务 那也有五个多亿被白黑了 Q 那钱最后给谁了 A 剧组了 只是巧莉名目 其实照我们来说 我这个脑袋就有点想不通这个事 假定我拿了这个四千万 再拿了三千万 合起来七千多万 最后人家也不来眼 怎么弄呀 就再骗 再加一个美国明星 再加三千万 就够了 还是说就骗这一年 做做资本运作就行了 因为我们不是骗子 就真的不知道骗子啥样 我以为大家全知道 可能只有电影圈都知道 我真的没当回事 各有各的招 我好多同学都是干这行的 我自己也拍过五年 用过制片主任 都遇到过这种问题 我们当年是拍电影传奇 一集合起来才几万块钱 不牵扯到这些事 但是我们制片主任都懂 他当时给我们盯什么呀 就盯汽车加油 每次浩浩荡荡的 他率领汽车加油 我说谁没油 谁加呗 干嘛要率领着去加 他说你看你就不懂 这汽油费 也可以黑掉你几十万几百万 就是他们全都加油 加完后都抽出去都卖了 然后再加再卖再加 这个没人管 也是一大笔钱 任何一个环节 都是黑钱的环节 你说你两个亿五个亿的电影 谁会在乎你这点加油费吗 总导演会一篇一篇翻加油费吗 什么样的招数都有 还有我给他演电影 我跟他要两千五百万 我们同意了 然后人家给我五百万 那两千万在哪呢 没法给了 这两千万我不要了 我投资 我投到电影里 那我就得给你两千万 对吧 我才不会给你呢 因为是你得给我两千万 所以你会找他 他是你的投资伙伴 他以我的名义投两千万给你 你再给把这两千万给我 就算分账 这在法律上没问题 这就相当于洗钱 就您搜集到的不同年代的影视合同来看 这些年有什么不一样吗 都是霸王条款 以前霸王是甲方 你看以前谢天使 每个月发他五十块大洋 他就得听调遣 让他拍哪个他就拍哪个 为什么我说他是霸王条款呢 你知道这里头有啥镜头啊 是不是有跳楼的 投合的 但只要你拿了我的钱 你就得拍 以前霸王是制作方 现在反过来了 霸王是演员 从什么时候开始有这个变化的 从2008年以后 小鲜肉活起来以后就开始出现这些怪事 我们一开始都不信 说一个人拍电影拿一亿多 说这疯了简直 演员全世界大家都知道就这么多 对吧 我们也听说过国际上的有名演员拿这么多钱 那您觉得为什么现在变成乙方市场了 我也不知道 我是觉得不对 肯定是不对 敬儿 您曝光的这些合同的当事人 有没有通过各种渠道直接间接跟您联系 比如那个四天六千万的演员 哎 昨天 快到天亮的时候 我们还在手机里边吵 Q 如果有关部门有需要 您会把这个合同给他们 哎 那倒不一定 我愿意提供哪个就提供哪个 实在是太多了 圈里都是这样 几乎成钱规则了 有点名气的都这么干 Q 您这次曝光阴阳合同 有人说您是在公报私仇 您怎么看 A 对 说的特别对 就是 因为我以前是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的时候 不可以 现在我就是孩子 他爸 我不公报私仇 我还给谁报仇啊 说的非常好 总结的非常到位 而且告诉大家 而且告诉大家 以后都是这个路子 别天天推我当什么民族伎俩 人民英雄 我觉得听了就离劣势不远了 我才是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的 我才不想干那个 我就想当一个好丈夫 当一个好爸爸 我想把我的女儿呵护他 我不允许别人侵犯他 我就是这样的 你 HI 去 yht 这个事情出来以后 有没有圈内人从中 想要当 проф是ING 或者说从中调平一下 我一定想到你的 这��만 by bwd6